在大东北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 那就是冬天的铁是甜的 但家长却告起孩子 冬天一定不要舔铁 这就好比潘多拉摩河 越不让舔就越想舔 所以总有些没有经受过 社会毒打的天真小朋友 会亲自舔上两口尝个甜咸 结果自然不用多说 这铁栏杆就像是有魔力一样 把舌头紧紧的粘在了一起 不仅不能尝到甜味 用力一扯 还会尝到满嘴的铁锈味 那么你知道铁栏杆是如何将舌头粘住的吗 简单的说 这是因为舌头上的水分冻住了 金属的温度越低 舌头冻得越快 除此之外 这里还涉及到材料的一种性质 这种性质叫做导热系数 科学研究发现 即使塑料和橡胶的温度有零下30度 舌头碰到它的时候也不会冻住 而导热系数很高的材料 诸如金属能够把大量的热量 从高温的地方传递到低温的地方 就像一个勤快的热量搬运工一样 在填铁时 由于舌头温度比室外的铁栏杆要高 当你的舌头碰到金属铁的时候 舌头的热量就会被传递到金属上 虽说舌头变冷后 身体会通过血液循环往舌头输送热量 但这个热量传输的速度却远远没有铁栏杆偷走热量的速度快 所以在你的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舌头上的水分就已经掉到了0摄氏度以下 妥妥的可以冻起来了 除此之外 由于冰的导热系数处于塑料和金属之间 当温度足够低时 也可以把舌头冻上 比如刚从冰箱拿出的冰棍 舌头和冰接触后 界面的水和冰迅速换热 温度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零度 同时水到接触界面和冰棍内到接触界面中形成温度场 温度梯度导致热交换 以至零度的水进一步释放热量到冰棍中结成冰 舌头表面和水是金润的 所以舌头和结成的冰之间的分子引力大于斥力 加上舌头表面粗糙的 所以冰和舌头就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不管是冬天甜铁 还是吃雪糕被冻住 如果大力撕扯的话 必定会得到雪的教训 这时候就到了考验友谊的时候了 如果朋友关系好的话 可以对着你的嘴巴哈气 暖和下来之后 舌头就能和铁栏杆分开 但是哈着哈着不小心 估计就是另一种效果了 所以假设你走在寒冷的街头 看见两个小朋友 同时舔着大铁门或者铁栏杆什么的 一定不要怀疑 他们绝对是铁子无遗了